大家好,我是野武 今天开个新坑 一本个人感觉还不错的后宫漫画 名字叫机灵女神 哎不是,应该是陆名神词 古代有位女神带领着她的88位虫者下方 女神拥有着绝妙的歌喉 拥有神闻的虫者挥舞士气拔除灾恶 女神演奏的主持被称为陆名神词 男主陆名秦太是个绝对英词 今天是她的17岁神志 男主家是个拥有着上千年古老历史的神社 神社的主神是位女神 所以代代都由直系女子继承神社成为巫女 在这个本该只会生下女孩的家族中 男主出生了 无闷有房,父母四年前去死 家中只剩下爷爷奶奶 没错,这个美男子竟然是男主的爷爷 今年66岁 今天是男主的生日 也是男主升学的日子 出门前奶奶特意叮嘱 一定要在太阳下山之前回来 有一个重要的人想见男主 那在学校的男主和朋友们聊起了虚拟歌机 伤了一个美少女突然向男主打招呼 表示自己也很喜欢这个虚拟歌机 这个少女姓葛城 不知道为啥 我会突然想起死教里的那个光头葛城 朋友们向男主介绍起了这个美少女 听说葛城同学已经被偶像养成事物所选中 就在昨天还进入了东京比较有名的偶像组合 在上课时投票男主 男主产生了人生三大错觉之一 这个女人是不是喜欢我 还记得初中的时候 一个好哥们也经常向我说起 那个女人是不是对我有兴趣 上课的时候总是时不时的和我对上眼 然后害羞的转过头 记得后来我那个朋友去告白了 结果被无情拒绝 这位男主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葛城同学自告奋勇的表示 由他带男主去保健室就可以了 此时学校的角落里 一个带着奇怪头套的带到可疑人士 被保安发现 学校马上召集了所有老师 去找出那个带到的可疑人士 但他笑意也不例外 深深的意义士就剩下了 男主和葛城同学两个人 男主迅速的找了个话题 听说你加入了东京的某个偶像车团 好想听葛城同学唱歌啊 没想到直接精准踩雷 葛城同学哭唧唧的回到 但是我其实逃跑了 因为我是个阴池 明明事务所的经纪人 明明无垠不全 却又特别喜欢唱歌 这两个人完全就是同定相连 听到这儿 男主为了安慰葛城同学 这些开启自爆模式 小唱了一首后表示 我也是个阴池 我们家是个神社这件事 你应该知道吧 吃风的女神是个唱歌很好听的神明 家族中的所有人唱歌都十分动听 然后我却是个阴池 我家神社一千年来 只出过我一个直视式男性 很担心神社会在我这一代迎来终结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不想放弃 男主的这番话 让葛城同学再次打起了精神 然后他就顺势爬到了男主的床上 这节奏是不是也太快了呀 就在快要清掉的时候 被一把突然飞来的刀打断 他在墙上的刀自己旋撞了起来 飞回一个带着奇怪头盗的女人的手上 头盗里直接对着葛城同学 想到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葛城同学被吓得直接抱住男主 男主拉着葛城同学直接开溜 学校里的所有人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警局离这里很远 于是男主拉着葛城同学 就往自己家里的神社跑 在快跨过神社的时候 葛城同学突然停下来 对男主说道 你是要招待我吗 男主说了句 请进后两个人穿过神社 穿过神社的葛城同学 把手脸丢了出去 化作灾恶 腰化后的葛城同学 直接自我介绍了起来 我是千年前的灾恶之王 又来找女神之子报仇 结果直接被头头女一脚踹飞 头头女撕掉面罩 也自我介绍了起来 我的名字是真神阴霉 未来和陆明结婚来到这里 四七十之一 你们灾恶的祭敌 陆明可是我的未婚妻 对她出手的话 我会很困扰 懂了的话就赶紧滚 好家伙 搞了半天 你才是女主 神社里的两个老头 也感知到了有不速之客的到来 奶奶准备出手 结果扭到了老妖 附身状态下的灾恶 完全不是女主的对手 灾恶只好显露真身 她的目标是男主 女主让她跑回神社 显露真身的灾恶 无法进入神社 灾恶需要吞噬灵魂 才能维持实体化 男主瞬间明白了她的意思 只要被附身的葛城同学 生命力耗尽 灾恶就无法维持实体化 然而这并不是男主想要的结果 女主表示 如果想救这个少女的话 那就唱吧 女神祝福的旋律 陆冥神尺 最后女神的直系末语 才能唱出的神圣举调 那样的话就能直接拔除灾恶 救下葛城同学 但传说中 陆冥神尺只有雾女才能唱得出来 更何况男主还是个阴痴 女主回到要唱的并不是歌 而是灵魂 相信自己没有问题的 把灵魂的声音拼尽全力喊出来 此时的爷爷也被这奶奶感到 然而不是女巫的囊主 唱出了神职的后果 将会被神职灼烧而死 此时爷爷身边的迷之生物 突然飞了过去 奶奶直呼 这怎么可能 明明不是女巫 却被维羽大人选中 这个迷之生物是女神的神经 就叫萧可吧 虽然她的名字是维羽 萧可对女主比划了一通后 女主瞬间明白自己也是士气 可以撮回囊主的容器 于是飞到囊主身边 和她一起望成露鸣神尺 回来过去后两人直接合体 女神拥有绝妙的歌喉 参有神闻的从者挥舞士气 他们将拔除灾恶 没错就直接把反派给秒了 当然这个反派还是目前最弱的一个 爷也感叹 看来还是无法从家族的命运中逃脱吗 我叫陆明琴态 在17岁生日那天 收到了不得了的生日礼物 泄露了一个风一帮的女子 我成了她的未婚妻 孙儿奶奶也不打算瞒着男主 把家族的历史告诉了她 目前有个兼具的任务 需要男主去实现 这个兼具的任务就是 娶老婆 根据88家世纪史之间的盟约 作为女神继承者的 你要娶五个老婆 顺便一提 你奶奶当年我就找了五个女婿 最终选择了这个老头当我的伴侣 但你是男性 却能唱出陆明神词 为了陆明家子孙骂他 就把五个老婆全娶回来吧 或许是因为 一千年来都没有男性出现过 结果来旅行盟约的只有她一个人 那么接下来是人 只能由你去抓住他们了 男主惊呼 为什么是抓回来啊 奶奶也没有解释 这是命令 接下来就去找他们 然后全部取回家 从此男主就踏上了 边找老婆 边拯救世界的道路 挺奇葩的设定 抽集五个老婆拯救世界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 还有些设定就放在下期再补充吧 大概会有下期的吧 有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等阿卜主讲 也可以自己去收 觉得不错的小伙伴 鬼球三连 点赞2500 日更都不是问题啊 那么我们下期见 拜拜